年约80岁左右的流性长者 仪式图方便行走在铁轨上 24号的中午在玉里镇三名车站北端 遭到303次普悠马列车查状 造成了左脚掌开放性骨折 紧急送医急救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而受到意外的影响 普悠马列车暂停约一个小时 在中午12点32分左右才恢复行驶 一名零月80岁流性长者 仪式图方便行走在铁轨上 1月24号中午在玉里镇三名车站 北端遭303次普悠马擦撞 造成左脚掌开放性骨折 紧急送医急救 没有生命危险 受到意外影响 普悠马列车站直停约 大约1小时12点32分 回复行事 今日上午约11时30分去 接获民众报案 说明三名火车站附近 有民众躺在火车铁轨旁 疑似遭火车擦撞而受伤 指挥中心接获报案后 立即派遣三名消防分队前往救援 体育检察局花林分局表示 预理所在11点35分接获报案 副所长率员赶赴现场了解 并且也通知 预理警分局三名派出所 以及消防对道场 指挥官表示 现场共计有一名患者受伤 救护车到达后 救护人员立刻进行评估 并给予包扎及固定等处置 后送玉里农民医院接受治疗 详细发生原因上代调查中 刘夕老翁住在玉里大宇社区 研判可能是图方便而行走轨道 因为距离轨道太近 遭封切吸入擦撞列车 才会造成意外 记者高雄雄 玉里军资本报道